哈囉 稻情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 One Piece Bomb 2 Rush啦好不好 那基本上看到我們這支帳號的話 沒錯 我們又要來試試看 我們這支帳號的手氣囉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活動啊 就是刺犬這邊的這個悲生日紀念 他是會送我們50個這個鑽石的喔 那50個鑽石以外呢 他裡面的話基本上我們的這個 刺犬啊 基本上就是 他的抽抽環節的話 這邊是會有這個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話是30抽 30個鑽石就可以11連抽了 所以這邊的話 像他送我們的這個50鑽石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就可以抽44抽啦 因為他第44抽的話 基本上他是免費的喔 他這邊有寫就是他的這個 第4次的這個抽是免費的 然後基本上你就可以獲得這個SP券 那SP券的話抽一輪是5張 那如果你累積10張的話 你是可以抽一支我們這個 抽一支我們這個悲生日紀念喔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的話呢 一樣有我們這邊的刺犬 還有合織國的馬可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夏洛特 裴洛斯 裴樂 好不好 就是我們糖果人 然後還有烏爾蒂 所以這一次如果你是很喜歡烏爾蒂 跟我們就是那個糖果人的話 我覺得真的 又喜歡刺犬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卡池一定是很不錯的 再加上就是我們 上一次影片有跟大家講的這個票券啊 其實只要270塊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烏爾蒂姐弟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馬可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糖果人 再加上刺犬喔 這個卡池真的還蠻不錯的喔 那之前的話 因為我們這支帳號啊 因為是我們的舊帳 就是我們一開始 最歐爾的帳號 裡面是有羅傑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美音跟白鬍子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Z傑峰 也就是我們老師 利老師 我們這邊的哲法老師喔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蠻多角色的 但是因為我們最後的話 基本上要埋帳號嘛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角色基本上就只是 玩個一時一時這樣子 其實就是抽好玩的啦 所以這邊260原本是要留給我們的 25號我覺得一定是出紅法 一定是出紅法 拜託拜託 原本是要留給紅法 但是現在講說 欸 居然次選都送我們鑽石了喔 那我們就來 抽個44抽吧 來看一下運氣 搞不好 又中了對不對 那搞不好又可以再玩一下烏爾蒂 跟那個糖果人跟馬可了喔 我們這支帳號目前來說是已經有馬可了啦喔 好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 我們這個卡池啦 那第四次是免費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那我們就抽到第四次免費看一下 這支帳號 究竟是不是 歐洲神帳喔 來 第一支11連抽 先走起 搞不好刺拳就來了 喂 伙伴 喂 大寶箱 喂 紅旗 旁邊3 2 有沒有機會 27 好啦 這應該有可能會出一隻吧 我覺得 阿路又是3 2 然後驚奇的話 應該就是百分之百出次全了對不對 那這支帳號也太可怕了吧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騙人部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 微微公主 是我們的扶手蒙卡 是我們的魯夫 是我們的這個 欸 首領克里克 會穿盔甲的那一隻 那這是我們的羅賓 好像沒了耶 有嗎 角角 誰 盾牌 哇 這不是艾妮爾吧 又是艾妮爾 這次我記得我好像已經抽到過了對不對 艾妮爾 欸 這支帳號沒有 我這支帳號沒有 唉唷 那不錯 至少我中一隻四星的好不好 還行啦 但是不是中我想要的 但是也還行 至少這個 不虧不虧 雖然這支帳號 這支帳號說真的之後應該也不會太常玩啦 就只是拿來抽一抽一時一時好玩的 因為我們 我要玩的帳號 應該這些角色都會有這樣子喔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 11抽 事先中了一隻我們的四星角色囉 還不錯 還是這個是100%一定會獲得這個 好像也不是對不對 來 我們第20抽 直接給他下去 有沒有機會 我地 或是刺拳 哇 沒有了 這個爛寶箱 金旗 黑旗 哇 這個GG 好 看來 出來混 果然還是要還 3-2欸 出來混果然還是要還的啦 這樣如果樹上有3-2的話有沒有機會啊 有沒有機會出什麼踩的角色嗎 山賊 霍朗基 羅賓 欸 又是盾的 不會有戴尼爾吧 是誰 啊 居然 也是我們的這個 破針 烏魯基 完了 欸 可是 至少都還是有四星角色欸 就還蠻賺的 那基本上哲平買帳號的原因是因為 這款遊戲說真的 他除了就是 欸 抽到超傳奇角色以外啊 其實 很重要的就是 你還要有一些支援角色喔 所以你就算一直抽超傳奇 像我們這支帳號有很多這種角色可以玩的 但是 基本上還是不會很強啊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支援角色 你知道嗎 所以會比較虧一點點 所以之前的話上一次 還是上上一次就是我有那個 11抽一定會中11隻四星角色 那個轉蛋石就還蠻不錯 可以讓大家就是 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些那個 就是支援者角色 因為這遊戲的支援者角色是 真的比較重要一點點的喔 來 沒問題 這邊的話呢 第三次走起 GOGO 喔 夥伴 爛寶箱 看來是沒忘了嗎 果然出來混還是要還的啦 好不好 3 2 有欸 也是3 2欸 那我覺得應該有吧 但是寶箱不是最完美的 棋子也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應該會有一隻四星角色 但我們現在還蠻爽的欸 怎麼抽怎麼有四星角色 這樣的概念 來 奪寶 奪寶 欸 奪寶的 馬可 喔 不是欸 居然是我們的 好不好 布魯克 哇 這些感覺都沒什麼看過了 就應該都是 比較偏支援者的料吧 或是就是倉管了 大家可能就是不愛人那一種好不好 耶 沒有 好 GG 看來果然還是 沒有這麼好運的啦 好不好 但是至少目前來說 抽到現在每一次都有那個 都有我們就是那個 四星角色 這個還不錯 都還不錯 好 然後我們第四次的 這個是免費的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免費11抽 走起 來了 最後了 有夥伴 爛寶槍 黑棋 好啦 這應該沒了 GG 史密達 14 這應該就 就真的就是 衰鬼了好不好 這沒了 果然還是出來會要還的啦 沒有什麼這麼爽的啦 之前太爽了 這次沒有 我想說 唉唷 這一次會不會又直接 再把我們那個 糖果人 然後 那個烏爾蒂 刺犬帶回家這樣 沒有沒有 不要做夢了喔 賣冰棒 別做夢 別做夢 而且我其實自己是沒有那麽愛刺犬的 上一部影片有講過 我真的是沒有那麽愛刺犬 所以其實就 就還好 好 這一次沒了 什麽都沒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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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耶 要不要抽完啊 這邊的話基本上抽的話 這邊抽最後是50 不然抽完一輪好了 這個SP券是可以一直留著的嗎 不知道耶 這抽完的話基本上我們會有五張 然後再抽完一整輪的話是 30 60 100 150 所以還要再150我們才可以就是 再拿到這個SP票券這個抽一隻角色 好啦 抽完抽完抽完 抽完 最後 哇 沒夥伴 哭了 各位 喔 可是寶箱滿滿 夭壽 驚奇 32 哇 一個人也可以嗎 32耶 他只有一個人耶 哇 最後一抽刺犬不會吧 但是沒有完整夥伴耶 會 會四犬嗎 不知道 但我是希望不要啦 烏爾蒂或是糖果人那些都好啊 拜託不要再給我四犬了啊 四犬另外一隻帳號就玩得到啦 不要啦 不要啊 不要啊 可是沒夥伴耶 哇 不是吧 喔 不是 是薩波耶 薩波好像聽說也是滿好玩的喔 這個不錯 魯夫的哥哥 薩波 所以要 真的你要所有的夥伴 然後再加上 那個塔上面有完整的這個 完整的那個金色的寶箱 然後再加上就是那個 32 這樣應該才會百分之百有那個赤犬 應該是這樣子喔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目前來說我覺得真的是 滿賺的 而且你看這邊的話 這邊60 100 11 然後差50賺我們就可以再 拿到一張那個SP券 不然我們抽完好了 抽完嗎 好啦好啦 抽完抽完抽完 沒差抽完 隨便了 隨便了 好不好 沒差了沒差了 不會吧 近期 32 沒有 27 這個27的話應該可能就中那個吧 烏爾蒂或是糖果人那種類型的吧 這個如果是32就是一定是赤犬了這樣子 這個應該就是烏爾蒂或是糖果人 好不好 或是馬可的 拜託了好不好 拜託了 是了吧 是了吧 又是盾牌角 是誰 哇 居然是你嗎 不要啊 戰逃丸 NO 喔 兩隻欸 赤犬 喔 不是欸 哇 居然是這兩隻 陸基跟那個戰逃丸 兩個都是海軍的 那是不是應該要再來一隻赤犬啊 欸 其實 我覺得真的蠻賺的欸 說真的 要不然就是我們這隻帳號運勢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 抽完抽完 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 還可以再抽個44抽 然後最後再累積鑽石 然後把那個 SP券給他弄好好有沒有 然後弄好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那個了 好 這邊又開始爛了 弄好好之後我們就有那個 10張那個SP票券可以保一隻出來 這應該是沒有了 跳過吧 對 這個沒有了 好啦 今天的 沒有 倒數第二抽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那個 保底那個免費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真的還蠻賺的 而且裡面都是 就是蠻好的角色 雖然那幾隻角色 那幾隻角色我到現在還沒看到 那幾隻角色我現在都還沒看到就是了 哇黑棋GG了 而且沒夥伴 27 這樣是有機會中的嗎 看一下 但感覺其實我們這邊的其他隻那個 說真的也很難抽耶 就是他們現在在畫面上的那幾隻 不過那個好像是那個 有金券的才會比較好中嘛 現在應該就全部打亂這樣子 哇呦 但至少他們就是前面那幾隻的那個 加持好像都是差不多的這樣 然後你還可以有機會抽到赤犬這樣子 好啦沒了 應該是沒了 沒了對不對 沒了沒了 好 各位 最後一次了 啊剩下的話就是這幾天趕快 把鑽石累積到50 我們就可以拿滿跳卷了喔 Dye 今天的最後一抽 11 沒有金寶箱 那就是GG了好不好 但其實意外也抽到蠻多的那個 蠻多的四星角色了啦 雖然就也還好好不好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哇 直接上頭了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還有其他隻帳號喔 紅髮捷克給他們抽就好了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這隻帳號的運勢 我覺得就普普吧 就也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差 就 就差不多那樣 但是 基本上出彩的機率還算是蠻高的 只是 我們都沒有出到我們想要的就是了 這個就比較 比較尷尬一點 欸這邊還有欸 這邊還有欸 你看有沒有 這邊保證獲得一個四星的 然後你這邊也可以抽一次這個 那當然是用這邊的吧 10張 然後這樣去累積 然後最後會 保證獲得元帥 杯 喔 所以 杯是什麼意思啊 我以為那隻角色叫赤犬欸 他叫杯嗎 不是吧 杯生日紀念 所以是赤犬生日是嗎 他說百分之百獲得杯欸 阿杯是赤犬是不是 赤犬就叫杯的意思是不是 其實我不知道赤犬的名字欸 對啊 元帥杯 喔 原來這樣嗎 我都只知道他叫赤犬欸 原來他叫做杯是不是 OK 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要試了一下我們的手氣啦 把我們鑽石全部抽光光了 真的很過癮 但是 抽完就很空虛 那大家有沒有抽這次的卡池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你們這次抽到什麼角色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